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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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法式请具品牌代理的负责人 同时交涉生活美学 并为空间设计和样品物的布置顾问 现在我们看到客厅跟卧室 什么都没有 家徒势必的感觉 那我们这一次 所要呈现是怎么样的一个布置的风格 我们现在很希望做一个夏天的风格 很彩色的 像我们法国南部 夏天会很彩色的 因为法国人很着重在于休闲度假 所以我们就感受一下 法国南部的风景很颜色 从多样中的绣线色彩出发 延伸到抱枕和钙毯的色彩搭配 有效渐大 混合和混合 在混搭之中 便能创造活活亮丽的夏天风光 看到了没有 超级不一样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颜色 对啊 文来这个的灵感跟创意来源 从何而来 我们先来跳这个创造 小灶 小灶 对 是受工作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很像我们法国夏天南部的感觉 很自然 很自然的味道 然后里面有很多色彩色的那个线 很秋秋的 有秋秋 还有很细致的线在这个地方 其实很细致的 工很细 对 所以里面会有很多彩色 是我们的灵感 还是铺子 然后是床颜 床颜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进去一个我是先看床上游是吗 然后马上看往床后游是吗 是 然后我们来跳一个很方便的这个麻的布料 麻的布 一片一片一片 然后我们可以混到 我们可以换那个颜色 是 因为我们一般想到的窗帘 可能就会觉得在窗边 感觉就是固定形式大小 这样子材质的一个窗帘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窗帘 除了颜色是很跳的之外 它其实比较随性对不对 是 那可以放在墙吗 也可以放在床上 床也可以放在沙发上 沙发上也可以 左侧上也可以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材质 你刚刚已经提到了 窗帘是麻的材质 是 还有其他什么样的材质 帮我们介绍一下 很重要是情剧 情剧你们看都是麻的 我们非常喜欢在夏天有麻的 因为很突起 特别在台湾 很阳快 对 我们是很传统 夏天有麻的 所以这个情剧很特别 我们去跳这个弦的艳势 不可知话 来跳这个窗帽 了解了 这样是非常非常unique的情剧 然后也来跳另外一个感觉 另外一个style 是这个嘛 这个裹肠也不一样 这个很平 这个非常非常自然 是用石头洗的 石洗的 同样是麻的材质 一开始 因为它们很喜欢 很舒服透气的味道 然后开始跳到了颜色的部分 你刚才看到那是脸棚 脸棚的线条跟颜色 都可以客制化 你可以选择各种的颜色 是 从那样的颜色再跳出前面的大照 再跳出后面另外一种麻的形式 是石头膜 是水洗的 是 是完全不一样的质感在其中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整个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除了很颜色之外 它其实是一种混搭的风格 是 也很unique 也很独一无二 从寝室到公共空间 一条小盖毯 也能马上装点沙发风格 并让转换空间质感 再摆上几组亮眼色彩的抱枕 就算走出卧房领域 情聚的搭配得当 也能瞬间转化客厅风格 刚才看到的窗帘挂在墙上 或挂在床上 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也像是窗帘的 变成桌布也OK吗 是非常的OK 非常的OK 一个床扫变了一个坐镜 一个坐镜变了一个 沙发上的那个throw 或许我们可以也自己盖 或许去沙滩也用这个布料 所以现场的比例 跟颜色的搭配 都可以达到一种 比较协调的感觉 协调是非常重要 要看是这个原因 我们来跳的那个颜色 从一个地方开始 到一个地方 红红丝 包括橘黄蓝的 蓝的红红丝 在中间还有这个颜色 对 我们在台北 都可以买得到 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简单 是用简单的产品 来布置来混到 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法国的 在季节转换之际 不如重新选择一套请具 在汉加中的产品传插搭配 更可借由one piece的物件 加强公共空间的风格 要营造属于自己的 法式风格 其实一点也不难 在家里就可以轻松感受 台北小巴黎的浪漫气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